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飞 31岁来自湖南 学生 女嘉宾小欣41岁 同样来自湖南 自由职业者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年31岁 是的 还在读书 本科还是研究生 本科 41岁 是的 你们俩谈了三年的恋爱 是的 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湖南省图书馆 学习的时候 他也天天在那里 这样的话就认识了 谁追的谁 我没有追他 反正 就是你追的人家 没有 我们是自信自然的 你知道他比你小十岁吗 他跟我讲了 你知道他比你大十岁吗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 而且我第二个女朋友 是法国的 比他还大一些 他喜欢老外 哎呀 你们俩来这干嘛呀 我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 他到现在还没有毕业的 断断续续地读书 然后这个人也思想很幼稚 也不是很切实际的那种 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也没有车 没有房 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然后就是 他又想跟我结婚 但是我觉得他吧 还是不具备结婚的条件 在时候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反对 他还是对我有所不太了解 然后也之间产生一些误会 现在有没有工作 有工作 但是那是临时工啊 兼职的 学费谁给你出 学费我自己出的 是这样的 他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就是家里条件差 这个我都可以忍受吧 认识一段时间以后 他提水到我家里去看 我就带了他去我家 一去的话他就不走了 一住就是几个月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当初却在家里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个人是独居的 生活也不是那种 非常非常规律的那种 所以我当时 怜悯之心 由然而生 你想照顾他 对 还有就是 我发现他伤心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连一个说话的人找不到 他的意思 还是希望我留下来 陪他一个时间 我没有要求他 和无聊的时间 这个小黑 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他是被邀请住在家里的 还是自己认为 别人需要他留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事实弄清楚 是您邀请他的吗 我没有要求他 是他自己要住下来 然后水电啊 然后我的生活压力也很大 然后就像养个儿子一样的 你不难不论 对我有所帮助 因为我家的条件 也不是 情况也不是很好的那种吧 还来增加我的负担 然后我邻居也在说闲话 这样就被我赶出去了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他说的已经很夸张 而且不太符合 那是实际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校的条件和环境 那是非常的棒的 真的比他家里那条件和环境 那你去人家住干什么呀 我当时是去 偶尔去他那里玩一玩 然后走一走 也没有说 一直在他那里住 所以我一般的话 只是偶尔去他那里去一下而已 我们信你们俩谁呀 是天天去住住了几个月 还是在这几个月期间偶尔去住一下 他每天就是买点菜啊 把那个他们家的米啊油啊 都拿过来了 好像过日子一样的 就在那里做饭啊 吃没吃 生活了 吃了 给人菜金了吗 没有 带着火之入火了吗 这个就要 所以你们弄清楚这事 别夸大其词 好的时候什么都好 不好的时候 倒回头全是秋后算账 明确一下 那段时间是在那住了 偶尔去做做饭住一住 还是说在那几个月里面 一直住在那赖着不走 这是两种 一直都在住 一直都没走 是的 你在这个期间要求他离开过吗 他说他没有地方住 没有 也不是这样的 行吧 这事我们就放在这了啊 事情的真相只有你们知道 没法再去调查了 还有别的吗 我同学请我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一起去了 然后他也不买单 让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吧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说 他同学想认识一下我 然后就请到我过去 跟他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 这事 当时他同学 这事咱就过吧 不就吃顿饭吗 谁买单也就买了 你们怎么那么斤斤计较啊 说你那法国女朋友 比他还大 大几岁 大个五岁的 比他还大五岁 对 后来为什么分手 分手的事情是 跟他交往了八年之后 他说他在中国不习惯 他要求我学法语 然后跟他一起去法国 他是到了大使馆那边的话 大使说 他说我这种性质 是属于移民的性质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过去 但是他说他还是要回国 等于他回了国了 你就留下来了 这段异国情缘就结束了 我们也还是朋友吧 好好好 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 他总是跟我说 他是个穷学生 但是当时家里被盗 他被人家偷了几万块钱 你说他一个学生 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嘛 这也不是很坦诚的一个人 碰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 你们都谈了三年了吗 你们这三年来 在谈什么呢 我特好奇 反正就是一起学习啊 那种 好好好 所以 那这么说吧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他一定是有优点 谈恋爱 恋爱中的男女 一定是有互相吸引的地方 对吧 是的 这个小伙子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人的优点 就没有那些抽烟啊 喝酒啊 然后打牌啊 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 那人家吸引你的是什么 像他 好像有些女孩子 那么玩吸引啊 教征啊什么的 然后他还是比较可爱啊 什么的 其实还蛮好的 可爱还蛮好的 然后我跟他介绍工作吧 就是他在长沙 就一直上学 他三四多岁了 还在上学 我就说你再怎么样 也一个男的 也要以工作 也不可能以老师读书嘛 读个没完的 然后也成绩不是怎么好 然后他就去了几天又回来了 他说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然后就是他说他学英语 学会计专业的 就不做销售 现在外面工作就是销售居多嘛 然后他也做不好 也没有业绩 你现在在续本 是全日制的续本啊 还是 现在是 成教 成人高考 过了吗 成人高考 全都学完了 那就毕业了呗 下一步就好好工作呗 是这意思吧 他说还考研 哦哟 考研了 是的 还要考博士 以后不停的 不是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就是每个人有选择 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我觉得挺 有些事情的话 我怎么说呢 因为他早的那个工作 根本就不叫什么工作来的 我就想着 还不如干脆 把所有的时间 放到学习上面 我把学习 学业搞好了 然后学好技术了 学好本事之后的话 我完全可以找一份 比他跟我早的那个工作 好很多很多倍的 而且也可能是 连心的那种的 完全有可能 行吧 下一步怎么打算 反正现在我也很纠结 很迷茫 你怎么打算 我希望的话就是说 以后能够好好的工作 然后能赚到钱 然后两个人都能够走到一块 女生去过他家 对吧 是的 也见到过他家的真实情况 家庭的经济条件 可能不是那么好 是的 这样的男生 你愿意嫁吗 我觉得他在经济上 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但是我也没有嫌弃他 好 未来你还得读书 我听到你的规划了 勤工俭缺是一个方面 但是结婚以后 肯定家里面的负担 会比一个人 稍微重一点点 是吧 男人有责任嘛 咱至少能够 帮老婆分担一点 这个能理解 我觉得他 好像还签了那么一点 如果你 你要嫁的那个老公 我们这80分就能嫁 你现在给他打多少分 一定要说 你当然要说了 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吧 所以有些事情也是 好吧 你认同这句话吗 嗯 到底一定岁数 是 能找个人嫁的就嫁了吧 这句话你认同吗 是的 是的 那我明白了啊 如果法国女朋友又回来了 法国女朋友说 我还是爱着你的 现在你做个选择 选择哪个女朋友 这个 那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话说得非常坦诚 嗯 行了 我不问了 来一起进入秋比测诚圈 你们两个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错开的 女方在说的时候 男方她脑内门想的 全是我自己的那一个观点 男方在说的时候 女方根本不知道 她在讲什么 所以造成 你们出现一件事情 会有两个版本 我们都不知道该信谁的 她住在你家这件事 各有50%的责任 如果你不让她 留宿在你们家 她能留宿得成吗 如果你把她强行赶出去 我不让你住在我家 我就要一个人独居 我们没有到结婚 我们不要同居 完全可以 第二件事 你说她家被盗 自己的男朋友家里被盗 第一反应应该 受伤 第二反应是 我们赶快报警 看看家里面遗失了什么 这是正常人的反应 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哎呦 你骗我 你原来有存款啊 所以我搞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 所谓的爱 所谓的男女朋友 这种关系 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我一开始觉得你特别斤斤计较 然后呢 我也觉得你特别精于算计 然后觉得你目的性 非常的强 但是我后来回过头想 你到了这个年纪 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确实需要目的性很强地 去谈一段恋爱 是的 因为你面临了之后 就马上要结婚 如果不结婚 浪费时间没有意义 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样的 已经等到了这个时间 就不要凑合 你们两个人眼里 完全看不到对彼此的欣赏 只有对彼此的埋怨和抱怨 永远都揪着对方的缺点不放 因为在刚才你们表述当中 我们听到的缺点大于优点 所以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既然这样的话 不在同一个频道 也没有那么多的爱 两个人交流都交流不在一起 更高层次的东西就不用再谈了 为什么呢 他说那个我家伙伴到那个事情 本来我是不想跟他说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问过我 我跟他一直在一起的话 他从来没问过我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多了 在别人说的时候 一定要竖起耳朵听 先听到别人说什么 反馈不来的点是什么 再来表达你要说的东西 好吗 好 好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 许总 许总 你知道为什么造成这种现状吗 最根本的原因 你的标准太低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你开始的确是喜欢 他身上很多的特质 包括学习在内 是的 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最大的障碍 你知道因为学习而不脚踏实地 因为学习而没有收入来源 因为他这个年纪也有三四多了 不是读书的年纪 然后一直纠结于读书 也不是很面对现实 我就觉得 就不切实际吗 是的 所以因此你觉得 最根本的定义是幼稚吗 是的 而且为此你是投入很多了 包括让他在家里住 其实也是你的一种投入 包括他没有收入 你去帮他找工作 也是投入 但是呢 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他一个反馈 你是越来越没有底 所以一开始 你是爱他的 但现在越来越发现说 原来并不合适 是的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 很简单 离开他 越早越好 好吗 男孩 学习没有错 人的一生都要学习 但是绝不能把学习当成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 岁数其实不是绝对的差异 但是你没有体验到他这个岁数的女人面临的压力是什么 他的未来是什么 你的规划里根本就没有他 你有优点 也是他喜欢你的 你很坦诚 你热爱学习 正是因为你的坦诚 所以刚才川问的问题 直击你的要害 你无法短暂地去做出令他满意的回复 就是如果那个法国女婚回来 你会怎么选择 很清楚了 这个女人不是你的最佳选择对象 所以你根本没有信心 或者我们看不到信心 你能陪他自己走完未来的日子 所以也分开吧 彼此都会好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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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一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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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虚伪和自卑是一对朋友 越自卑就越虚荣 越虚荣就越自卑 女生更多的是自卑当中带着点虚荣 男生是更多的虚荣当中带着点自卑 女生的自卑来源于自己的年龄 来源于自己的文化程度 而更多的虚荣是来自于因为自卑 所以总是寻找一些虚荣的表象 我们刚才很多问题总是觉得很矛盾 说一会儿说你让他来住 一会儿你又让他走 你自己内心非常矛盾 因为你知道自己很自卑 同时年龄到了找这样的人差不多 但是你一方面又不满意 十字经你非常清楚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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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